美国国家美术馆东莞、卢浮宫改造工程、苏州博物馆新馆 这些知名建筑拥有同一个设计师贝玉明 近日 在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2019全球华侨华人年度评选颁奖典礼上 2019年逝世的华裔建筑大师贝玉明当选全球华侨华人年度人物 在代替父亲领奖时 其子备见中在舞台上追忆了父亲与中国的情缘 我父亲在想什么?中国的情侣 我只能想到他有三个儿子 包括我 我们在1944年、1946年、1949年 所以他给予我们解放名字 定中、建中、李中 颁奖典礼后 贝建中接受了中心社记者专访 回顾父亲职业生涯 贝建中说 从1935年离开中国赴美留学到成为享誉世界的建筑大师 父亲设计的建筑遍及多个国家和地区 横贯东西的文化底蕴让他的作品独具一格 他他讨厌在美国之中 我认为他成为了一位北京的建筑 但是在开始他取得了很多的中国的名状 然后他变成更多的美国 然后最终的级业者 他被用了他的中国的名状 走过了102年时光 魏玉明在中国也留下了香山饭店 中印大厦 苏州博物馆新馆等杰出的建筑作品 他的一生不仅将传统东方文化的含蓄之美 与现代主义完美融合在作品中 同时也致力于为东西方交流构建桥梁 1990年 魏玉明和其他知名美籍华人 发起成立了美国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 20年来持续推动华人全面参与美国社会生活 并促进中美关系发展 备建中说 父亲发起百人会的目的是增进中美两国相互了解 同样是百人会成员的他也会为此不断努力 这一部分是我们的职务是最主要的解释 实际上的解释 我们做这些训练 我们持有很多训练 主要训练 主要认为 人们可以解释 背景中告訴記者 自己深受父親影響 近幾年 他更加頻繁地回到中國 並在這裡積極拓展視野